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新竹市府利用福林充画会回馈地方捐赠的土地盖建福林非盈利幼儿园,今年6月将招生,不过很多家长担忧若以北区优先,恐排几道在地优先的入园名额,对此,市府教育处长李方林说,目前招生简章还在演你,家长不必担忧,会听取居民声音,并做学龄前幼儿入学需求统计, 考量各方意见 新竹市有家长反映,福林非盈利幼儿园,今年将招收6个班,180个名额,但目前都未看到招生简章,担心肥在地的幼童会抢了在地幼童名额,空虚抽签决定,多次向市府教育处询问,都未得到答案,将住附近的家长游行念不到 有家长建议,既然是非盈利幼儿园,就应以在地优先为主,优先提供附近且在地的幼童就读,如果招生名额不够,才能再开放给北区或其他区的幼童就读,否则就失去非盈利幼儿园设立目的 家长举例,去年启用的南辽非盈利幼儿园是以北区优先为入学考量,再加上弱势家庭幼童为主的排序,名额一下子就满了 因此希望今年要招生的福林幼儿园能以在地幼童优先为主,满足在地幼童入学需求 市府教育处长李方林说,目前招生简章还在演你,加上幼儿园内部设施进行信部计划,市府委外的公益法人也准备上网招标中,并没有入学 会采北区优先的定论,市府会依据各方需求,并统计邻近区域学龄前幼童入学需求,做通盘考量,满足幼童周学需求 李方林强调,非盈利幼儿园主要是提供家长私立与公立幼儿园外的选择 其收费借在公幼及私幼间,由市府委托公益法人经营,政府无偿提供土地、建物及设备,提供老师实践教育理念的平台 目前已准备委外招标,应该5月会有结果 此外,市长林志坚提出幼童福利校下延伸的幼教福利政策已经是议会通过 只要今年满四岁的幼童就读公立幼儿园可免学费外 就读私立或非盈利幼儿园学童每学期可获15000元补助 一年有三万元补助 若就读非盈利幼儿园过去每月家长元需负担5500元到6000元 透过四岁幼儿津贴补助 每个月约只需负担3100元左右 教育处表示 诸市非盈利幼儿园目前已有新科、阳光、高峰、建华、南辽等幼儿园 若加上今年要招生的福林幼儿园 以达六间非盈利幼儿园 今年渴望再减轻180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提供评价优质的幼童服务